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来谈谈口罩 口罩在这一两年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必需品 还有消耗品 口罩就好像你家里的Tissue、洗衣粉、牙膏一样重要 家家户户都会堵着几盒 馆长今天就要给你介绍的是 MDA认证的医用级三层式的口罩 Simply K Simply K口罩最常见的问题,它都没有 它不容易破,不会有奇奇怪怪的味道 就算戴着口罩,呼吸也很顺畅 这点很重要 BFE和PFE的过滤效果也都超过95% 是过滤能力超强的高品质口罩 不只品质高,Simply K的颜值也高 比彩虹还要多颜色,任君选择 还有不同的花色 一个星期七天,每一天都可以不一样 不用担心你的口罩跟别人的口罩 马上点击资讯栏的链接 第46集 今天这一集非常特别,算是我人生以来第一次用广东话来主持节目 今天的嘉宾是行动党式研磨斯干部的国会议员YB 我已经赚出广东话了 YB,欢迎你 Hello,你好 今天问题当然是政治议员 今天下午67名部长和副部长已经 已经额格顺巴宣誓做了他们的部长和副部长 其实你第一个感觉看到这个总局 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因为我们看这个总局的总局宣誓 让他们一百天来证据他们自己 我们看那些不是很多新人在他们的系列 总局总局大多数苏马是一样的位置 我们看今天的报纸或者今天的报纸 其实马来西亚的excitement 我们看Swearing in 好像没有什么游泳在网线 还有没有什么人说这个Swearing in 不像2018的时候 a lot of excitement on the swearing in 所以我们可以gauge 就是从他们这个public的response 不是说很多人很开心看到这个线 但是坦白说 刚刚开始的时候 你有想过到Isma Sabi 即是我们的首相会邀请反对党一起来做政府 即是before他申请反对党一起来做政府 之前你自己的想法 会不会这次可能他会邀请我们白加丹来一起做政府 那时候你的想法是怎样的? 不会的 因为我知道从第一天开始的时候 他已经得到这个大多数 在114 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多数 那我们看起来的这个slim的大多数 你就知道他一定是爱整他们各个人开心 他们一定是爱满意 对他去选择那些人 变成是你看起来 选择一样的人在监管里 就知道其实prime minister的手 就是好像被人绑住 他好像怎么说 被人到处都是拉住他 他不知道怎么做 因为你又有梦尔丁的group 在内部的远营丁 又有不对的camp 所以我们读报纸 就看到讲Azmin Ali vs Hamza 然后又讲梦尔丁的外 就是讲外他的cabinet 也有一样的人进去 然后你又要确定 你也要让他们开心 因为不是他们可以 walk out like what they did to 梦尔丁 变成了这么多的要求 在对加弹力商务里面 你就知道他没有可能 邀请反对党 和他们一起来做Unity government OK 但是从一开始 就不会有这个想法 说他们会请我们做政府 但是你也有你自己的wish list 你和其他NGO 就很支持 Azalina 即是 deputy speaker 即是说你觉得他应该做部长 然后什么做很重要的内政部的部长 即是KDN 但是你觉得 那时候你觉得 Ismael Sabi 或者是政府 会被Azalina做这么重要的 这个portfolio这么重要的minister吗 或者你只是text mark 即是说我pushAzalina 然后如果他可以做到部长 就是他自己的credibility 自己的能力 你觉得 你当时pushAzalina 是什么原因呢 OK 那如果你看这个 Deputy Speaker Position 他一定了 Resignation 我们就想知道 OK 这个可能是有希望 他可以选择他做部长 那变成了 如果你看他的 Semiority in UMNO 她是Semiority in UMNO 她是Semiority in UMNO 在做Chairman of Select Committee for Women的时候 她有常常 就像说 Regular engagement 跟我们反对党的 女性的MP 而且我们又谈谈一些问题 关于小孩和女性的问题 变成 当我们可以 寄出我们的wish list 每个人都寄出 这就是wish list 18 变成了 for me 我是爱代表小孩的声音 the voice of children 因为我们看 Sheriton move到现在 这个Communjan for Ma'ona Walita 她是Masharakat 其实她来了很多个group of 人民的 我们又有老人家 我们又有OKU 有女性 有小孩 还有那些homeless 还有很多不同的minority group 所以我们也知道 我们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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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k Lepo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Fuk Lepo里面 她有很多 sub的部分 OK 那么 Kanak-kanak 就是一个部分 在这个Fuk Lepo Kanak-kanak 就是30% Malaysia的 OK 在Kalempo 快点 40% 所以我们的 population 小孩 好像在 Kalempo 越来越高 所以 我们 对不起 我停止 你的 政府的 解释是 多少岁 以下 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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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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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看 Kalempo Kalempo Wanita Kalempo Kalempo 就是 你查看 政府 在巴黎文 政府有没有做到 对不对 对小孩来说 这些问题 但是 我们离开了 Putraja 我们就看 Rena Harun 和City 很少的 小孩 所以你看看 我们第一个 BMCO 当时 Dalian Gase 判断了 Dalian Gase 直到我们 出了 文章 直到现在 很多问题 对孩子 好像没有什么 Focus 因为小孩 不能投票 所以我们就觉得 这是一个 重要的 问题 我们必须 开始 开始正确 所以 Prile Minister 他可以 每些时候 可以选择 Special Advisor Hadi Awang Faisal 做Minister 的Status 所以我们可以 给这些 这样的Position 给Politician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做一个Communchant 给小孩 这个不是 这个是 30% 我们的子女 你的孙 你自己的子女 这个是 我觉得 这些一定是 要照顾 不可以再这样 你忽略的 那是估计 我们做不到 Gamunchant 最少 你只有一个 Agency 不是像现在 那样 在一个Department 福利部 因为福利部 已经是讲很多东西 福利部 每个月 它的分端 给那些 Binarima 还有 浸水 那些 福利部 During BKB 它们讲了 Quarantine Center 那有什么理由 它不会有时间 装小孩的问题 变成是 给我们看 在我们的 Aktakannakannak 里面 我们有一个 叫做Blingdongkannak 就是好像 有小孩被人虐待 你就看马达 马达 就会去找Blingdongkannak 来照顾小孩 变成是 如果你看我们 30%的 小孩 我们知道 整个国家 在2019年 我们知道 有200 200 Blingdongkannak 你掌 你的30% 9 million 是掌不到的 变成 我们有很多 例子 好像 浴团是小孩 你报告了 它是否 它有继续 它继续不了 因为它一个人 已经掌 80多个文章 没有能力 你长得多一点 变成就是 这些案子 如果你不搞定 它 它大了 它又一样 会这样浴团自己的小孩 所以这个是 never ending abuse 我们的小孩 但是你觉得 这个 Common Train 更简单 因为不是刚才 就是说很多人 已经说到 我们的Cabinet 太过肥了 很肥很难 move 不需要多一个 Common Train 可以分析 Women Family 和Community Development 但是你觉得 这个Special Agency 是 Women的部门 比较适合呢 或者是 Youth and Sport 比较适合呢 因为Youth and Sport 都是跟 这些年轻 这些小孩 这些儿童 这些儿童 是有关的 是哪个部门 比较适合呢 是 政府 是不会设置 一个Common Train 中的小孩 我说 最少的小孩 你会把小孩 小孩 中的小孩 之后 我会把小孩 和小孩 和小孩 我会把小孩 和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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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 如果小孩 就是 小孩 是 我会把小孩 是 但是 我会把小孩 是 小孩 是 还有一个Common Train Lua Banda 他就讲 Tasca Kermas OK 还有一个Common Train 就是Common Train Papaduan 就讲Tasca Papaduan 现在我们没有 没有Streamline 各个Common Train 就有讲 不同的小孩 Age Group 所以我们有了 Agency Kanakana 就应该全部 在这个Agency 并不会说 这个Common Train 做自己的事 这个Common Train 有自己做不同的事 变得好像Rodjak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 有了这个Agency Kanakana 我们就好像 在新加坡 他们那些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他们有一个Agency 来讲 Make sure 它的Syllabus 它的Regulations 那些 Bangasso 给一个Focus 的Agency 不是 这个Child Rights 的Issue 你不是说 你可以千差 Recruit Volunteer 要做的 Child Rights 是一个 不容易 去学的东西 所以我们一定 要确定 我们现在的Civil Servants 不是Skilled 的Civil Servants 去批准这些 的Case 那为什么之前 在巴格丹的时候 那个 副女部的部长 是DPM 是隔湾 那时候 没有这个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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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部门的 那些 管 那些 那些 管 那些 不同的 部门 或者是 机构 我可以回答你 因为我们已经做了 这个22个月 在 Putra Jaya 第一个月 我们开始 学 其实我们的问题 在哪里 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的 Kanakana 的问题 有很多 所以我们就 开始 计划 这个 我有做一个 一天旅行 我们也没有 一天旅行 我们去新加坡 看新加坡的Agency 和我们回来 然后我们已经 邀请了第一个 议议议议 Kanakana 就是DPM 他已经 带了这个议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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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 你现在看公司 和政府 和不同的Agency 他们有不同的 开始点 和结果点 变成了很多 小孩进入 级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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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约 变成了我们就觉得 你一定有 在这样的 日本的家 变成了 因为现在你问很多 爸爸妈妈 他没有想到 就是七岁开始学东西 现在越来越年轻 两岁 三岁 有很多不同的 enrichment lessons enrichment centers So times are moving very quickly 我们的 system 我们不 move ahead with times 我们会留下 and 小孩是我们 国家最 重要的 asset ok 是我们看我们的budget 我们有J.com 我们有 big budget for football 我们有 其实有很多agency for很多不同的东西 但是给一个 公众要的 30%的小孩 跟着跟着 我们没有一个agency has 那我们在巴卡丹的时间 我们已经叫了 福利部 我们做了个gen 我们说 ok 我们的aim是 一定是有一个comment trend 或者是没有comment trend 你start with agency 跟着跟着 ok so 那个gajen 已经开始了 starting point 是我们加上 那个billion 更大 因为这个不是说 你明天要开始 就可以开始 你要training 那些officer 所以我们看在马来西亚 有很多人 其实不是很sensitive on children的rights 变成你有那些部长 有时候去post 小孩 去帮小孩 去post 小孩的相片 在Facebook 那些child rights 是不是 他们不是很sensitive toward child rights 这些苏妈 一定是有improvement 即是说 你现在issue of children 这些儿童更加近的事情 很close to your heart 但是我们转一转 目的是 新政府 他们是没有confirm 没有下年份 没有蜜月期的 Ismael Sabri PM 有说 100天之内 你们要表现 但是你曾经说过 这个100天 是 not unreasonable 即是不合理 因为里面有80% 是旧人 即是说旧人 不需要100天 100天 来prove 他们的成绩 你可不可以 再进一步 解释 你为什么会想到 100天 不应该 有100天的 这些provation period OK 我给你看这个100天 For Ismael Sabri自己 他是deputy prime minister 他已经是 handle了COVID的SOP 2月到现在 是去handle OK 所以我们 需要不需要 给这个prime minister 100天来 给他handleCOVID 我觉得不需要 因为他已经有 这样的机会 来handle as deputy prime minister Azmin Ali 讲这个 OK before 6月到现在 有什么分别呢 一样的power 不是说 他现在有special power 所以我觉得 这个100天是 not applicable Rina Harun 都是不一样 Razi都是 所以他已经有 February 2020 3月2020 到现在 they prove themselves 所以给他 是不重要的 是我们要给 可能是给 那些新的minister 好像No Omar 和Shahidin Gazin OK 那我们要给他100天 但是我不知道 Ismael Sabri 在做什么 这100天 好像是No Omar 或者Shahidin 是做不到的 在这100天 他会不会换 他的minister 因为他的大多数 已经很厉害了 如果他再换 民主 就得罪多两个人 可能多两个 不会支持他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 这100天 都没有什么意思了 但是在这100天 在巴格丹 有没有自己的 Shadow Cabinet 或者Shadow Community to check and balance 现在好像 巴格丹的Shadow Cabinet 好像没有做工 没有方向 是个别的NP 好像你 或者西萨迪 还有其他的NP 有Essue State 有时又说话 有时又限谈 但是其他的巴格丹的NP 好像都很安静 我们没有Shadow Cabinet 但是我们有Committees Herabban的Committee 变成这个 HerabbanCommittee 是 你看看 Bernidikan 他们经常很活动 来Essue 他们的Statement 社下单 都有很多Statement 出来 但是可能 人家不喜欢读 Statement 不喜欢读 长长的Statement 他们可以看 Headlines 或者短短的 所以这就是一件 我认为我们的Committee 需要做得更好 一定要进步 要改变 可能整短一点的Statement 变成了人家有Interest 来读 所以好像 如果你看 不是说 西萨迪 一个 issue Statement 但是西萨迪 懂得整短你的Statement in the form of Tiktok 1分 2分 变成了很多人看 很多人看 就觉得西萨迪 要做事 那么我们的挑战 现在就是 确定我们的Committee 那些Statement 那些Official Statement 我们整短一点 和 让人们知道 其实我们有没有做事了 其实你觉得 和你自己的观察 和你自己的理解 你觉得 Ismael Sabi的Cabinet 和Muhidin的Cabinet 有什么最大的分别 很多人说 没有分别 但是你自己的观察 你觉得最大的分别是 在哪里 最大的分别是 最大的分别是 终于我们的 Health Minister 没有决定决定决定 因为 在我们的国家 每一段时间 Health Minister 没有决定决定决定 是给了一个 Science Minister 来决定决定 所以现在终于 回到Health Ministry 所以 我觉得 这是最大的分别 大一点 没有什么分别 因为一样的 composition OK 很多人都说 换汤不换肉 然后 Ismael Sabi 就被 Amno 和Besat都要挟 就是说 好像你刚才说的 绑手绑脚 可以没有太多的自由 来安排自己的 既别 所以你觉得 接下来 不可以说一百日 即是说 接下来半年 Ismael Sabi 有什么是 Low Hinging food 即是说 它可以自己 OK 这个就是我的成就 这个就是我的 我的 Kamajuan 我的 Policy 带给大家 好处 你觉得有什么是 Ismael Sabi 最容易 claim credit的? 你看看 第一个星期 里面做了什么 你就知道 他的focus在哪里 第一个星期 他就认识了 我们三个反对党的 领导 他就知道 他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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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顺利利的 administration 他不会 三个月 或者他不会 下个星期 回到巴黎明 Word of Confidence 他都拿不到 所以我们就知道 他是要 make sure 他可以做 prime minister 长一点的 period 你问我 他的 low hanging food 我觉得 现在就是 在covid 和pandemic的时间 就是要帮忙 不要看政府的 MV或者反对党的 MV 就是每个人 一定要帮 因为现在 辛苦的是人民 他的focus 都是 reopen economy 好像现在 德林波 我们已经三个月 under lockdown 很多人做生意的 已经没有income 三个月 你再继续下去 入去September 我们June lockdown 6月 7月 8月 你再进去September 你不让人开工 是 现在人家很多 在我食感那里 那些condo的人 问我们 拿办公司 没得给租了 那这个是understandable 你三个月 没有income 没有做工 你怎么给 bills OK 我们给的food basket 政府给我们三百千 你派给人民的food basket 是不够的 一个礼拜都可以吃光了 变成你的方法 一定是 reopen economy OK 你要一些stability so that有investment 会 人家 投资 在马来西亚 so low hanging food is to tackle economy 你的SOP make sure 是standardize 不可以好像 第一个礼拜里面 去库波 数码人说 为什么你可以去 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去 MGM出来说 其实 我们没有说 你不可以去 during this time so现在有很多 那些SOP 你问马达 马达自己都很乱 因为他们说 现在你可以 in the district 你可以去more than 10 km 你的车可以载四个人 你可以去餐厅吃 但是 如果你问另一个马达 那个人不可以 in the district cannot be more than 10 km so 那些SOP 是真的太远了 给人 还有他有用sms 我们已经说了很多 有这个platformsms 就很好利用 但是他没有 他帮忙拿来spam我们 给我们那些 不听洗的message 你读了好像 反而没有读到 没有资料给我们 变成了很多 很多混亂 人家觉得很乱 人家都不知道 我们怎么做 还有有些人很害怕 因为那些人觉得 我没有拿来 给三元 我害怕 变成了很多 我们不可以这样 继续来 人家不害怕 出去又害怕 做什么都害怕 变成了 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健康 所以它的low hanging food 是reopen economy 还有给一个 clear的guideline sob给人家 变成了enforcement又容易 人民也容易 但是你觉得 会不会觉得 会有很大的risk 就是说 你open了 这个是catch the due situation 就是说 你不开又死 你开的时候 那个covid的delicates 又会棒棒声这么高 其实 有没有一个balance 就是说 很多debate life and livelihood 就是很难找一个balance 你不开又死 你开了 然后我们的health 健康的capacity 又够不到 ICU又不够 很多vendicat 那些全部都不够 所以 其实 怎样呢? 巴卡丹的solution 是什么? 你们可以offer什么呢? 所以你看 我们看 现在政府的communication 政府一定要 decide 其实你和人民说 vaccine 是安全不安全的 如果你的focus已经是vaccination 你就要看一下英国 那些其他国家 他们要vaccinate achieve了这个hurt immunity 然后他们就reopen了 你给别人vaccine 但是你出去说 其实外面还是很危险 变成有那些人 可以打针 或者不可以打针 他自己都不确 因为政府的communication 好像Rajak那样 so we must make a decision ok? 第二个呢 就是你看现在的cluster 每天的cluster 都是workplace的cluster workplace的cluster 你就要看一下SOB on workplace了 最重要的 现在是 这个Delta variant 他们说是airborne ok? 变成你透气 可能是circulating in the air 但是我们看我们的SOB 我们很少教别人 ventilation 打开窗口 make sure 那些风 就是会吹 吹出 但是我们没有这样教别人 变成你 其实你不用去医院 你进去巴黎明 你就可以看到了 巴黎明 我们很奇怪 为什么 不开那些门 ok? 变成你的circulation 那些aircon 是不是? somewhere beet in the same thing 你没有做到这个ventilation so这个已经很多doctors and experts 已经说了很多话 但是你看我们的SOB 我们没有去教别人 SMS 也没有去教别人 怎么来做 变成了很多人 就end up 在那里 sanditize spray on你的衣服 那些什么 但是最重要的是 ventilation 变成了我觉得 这个是failure on the MOH to communicate properly to people 变成你的SOB for workplace 是错的 就是你的cluster for workplace 就继续了 我们其实是lockdown 这个是第三个月了 是第三个月lockdown 你的cluster 和你一样的workplace 你的SOB 直接是不可以用的了 所以现在就希望新的维生部长Kairi 可以review 这些sob 或者这些outdated的sob 现在可以希望的是这样 不过 你刚才有说到 你刚才有说到 手上 Ismaasaburi 见了巴格丹的三个大头 三个大佬 Guaning Anoa 和Matsabu 你觉得新的政府 会如何 怎样engaged with巴格丹 现在不是谈合作 因为合作 已经 不可能 但是会有什么engagement 如何接触巴格丹 然后 Guaning Ismaasaburi 会offer 什么给巴格丹 然后巴格丹 又需要什么 巴格丹 除了需要 现在比较多人知道 巴格丹需要的是institution的reform 然后巴黎文的reform 除了这些东西 巴格丹还需要其他什么呢 好了 那我们看 现在 这是我们第三个political crisis 第一个political crisis 是Sheriton Moe 谁做错的 就是那些 跳去那边的人 Bregatan National 第一个crisis 又是他们开始的 第二个crisis OK 这个emergency 那个Darulat 又是他们自己做出来的 那这个第三个crisis 就是人民的 人民的welfare 这个是covid的时间 变成 你问我 我们会不会再换政府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next parliament 我觉得 人民有工作 人民有努力 就是有努力 有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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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3 2023 最重要的reform for me 就是anti-學兵 law 因为是估计我们没有做这个 没有pass到这个anti-學兵 law 你2023 你去大选 都是没有用 没有人会出来的 没有人会出来 投票 因为他们觉得 就算我今天投票了 你赢了 你可以跳 你可以又换另一个party 变成我们 要给人民一个信心 来出来投票 我们就要make sure 这个anti-學兵 law 是第一个最重要的reform 如果我们有一个共识 和Ismael Sabri anti-學兵是最重要的 给人民 因为我们不可以 人们好像觉得 被他们欺骗了 出来投票 如果我选这个政府 这个政府就要 不可以一半一半跳来跳去 就没有了意思了 但是你刚才说到 这个共识 和巴加丹和Ismael Sabri 是已经有了 或者现在刚刚要建立这个共识 因为在巴加丹 有三个党 然后每个党有三个人 然后有九个人的国民 然后这九个人的国民 就会和Ismael Sabri 和政府谈谈 我觉得这个anti-学兵 应该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agenda 对不对? 对,anti-学兵是最重要的agenda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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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新的政府已经开始做工作 因为这些部长今天硬价了 所以现在巴加丹的角色是什么? 巴加丹应该做些什么? 巴加丹现在我们仍然在反对党 所以现在我们正在准备 巴加丹应该进去 因为我们一月到现在 under emergency rule 我们没有巴加丹应该设定 那几个星期 我们回到巴加丹应该 都不够五天 都不够五个分钟 他都不让我们问问题 变成我们的focus 现在我们已经寻找了 我们的questions 给巴加丹应该 我们要看他们这八个月里 他们怎么用政府的 那个emergency spending OK?有很多东西我们要问 好像BBV 你租BBV是多少类 为什么这个人拿到合约 为什么不是第二些合约 他宣布很多那些巴加丹 巴加丹 送了给人 但是我们其实 我在吉林坡 我很少看到这些巴加丹 那这些类给巴加的 去了哪里 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呢? 所以这些是问题 我们一定是进去巴加丹应 我们问了一些问题 我们希望有答案 好像SMS MKN 你每天这样来SMS 去年到现在 你已经传给我们 我们要计算了三百多个SMS 哪个鼻子 为什么你没有好好用 那些SMS的鼻子 所以这些数码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项目 是我们的费用 我们的费用 我们再移动一下 就是去年二月的 SMS到现在 巴加丹 学到什么 然后巴加丹 又有什么改变 是否改变到现在接受现实 变得更加脚踏实地 更加pragmatic 不是一直想 我再回去巴加丹 再回去巴加丹 即是说 in short 巴加丹 before and after Sheraton 有什么最大的分别? 我在广东话 可能我会说到 不是说 怎么说 不是说很准 我要心里面 说的东西 所以我试试 我觉得 比我自己 到现在 我学了一样东西 这个试试 我觉得我们 做NB 国会员 我们其实是一样可以 来服务人民 即使你有力 或者没有力 你努力去服务人民 是可以的 但是这不是人民爱的东西 尤其是人民 在这段时间 他们觉得 投票好像没有意思 因为是六八 所以我们一定会 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 Sheraton 发生了 我们不可以 确保 Sheraton 第二次再发生 所以现在 我们一定 做一个负责人的 反对党 我们必须找方法 让政府 认为 认为 选择 所以 你问我 我最重要的 reform 现在是 OK before the next election 这个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 我觉得 我们 一定要学 认为 Sheraton 就是 communication 我们的沟通 OK 不就是说 Anwar Matsabu 和Lim Guan Eng 不可以就是这三个人 因为反对党 不就是 反对党 还有大部分 你有 Wari San 你有 Muda 你有 Bajuan 你有 Apgu 还有 Sharawak Independent NB 所以 我们一定要有 communication 溝通 如果你没有 溝通 你不信我 我又不信你 我们溝通的是 看报纸 Statement Facebook 有很多 误会 知道吗 就好像现在 很多人都觉得 其实我们 最后 我们选 Sign SD 有很多人想 Mahade 没有支援 Anwar 或者Shafi 没有签到Anwar 但是 其实Anwar 是拿到105个SD 从Suma 反对党签 是支援Anwar 所以这个 communication 我们的communication 是对人民的 所以人民没有什么 读到 不知道 这是真实 这是真实 OK 第三个 你看 Berigata National 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们最重要的是 力量 就是力量 他不管你怎么好 我不管你哪个做 首席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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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力量 你不可以直接说力量是不重要的 力量 你可以做到很多事情给人民 尤其是人民出来投票 是投票 不是说给你一个MV 你赢到力量 所以你拿到力量 你可以改变人民的生活 OK 所以力量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是一个好事 你懂得争取 对不对 好似我们在巴格丹 我们进去Budraja 一段时间 我们经常有不同的吵架 变成有不同的吵架的时候 有很多我们的支持者都在说 没想到Walk out We walk out OK Javi我们不喜欢我们Walk out OK 有什么我们不喜欢我们Walk out 所以他们看不到这个 这个power是 怎样说 重要的是人民 所以我们很快就Walk out Mindset是没想到 我们做反对党都没想到 我们的支持者就不可以做反对党 一定可以做到政府 OK 所以这两个不同的方法 在批准危险上 我觉得我们这个是一个弱性 我们需要学习去抗拒 对党 但是在中国话 中国话 的社会 的社会 就觉得DAP 在22个月的时间 太多批准 就是说很pragmatic 很多批准 然后这个又不行 这个要照顾 那个Malays的感觉 那个又要看大片 太多批准 然后觉得DAP行动了 已经变了质 你觉得 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有发生呢 或者 你跟你的Grasroot 聊天 跟他们交流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 有没有 给你这种feedback 就是说 你们行动党 不是以前的行动党 你们现在是很MCA 这个compromise 那个又compromise 好像Javi 还有其他的 好像matriculars 就是说 那些Chinese education 很close to our heart 但是DAP行动党 就没有那么aggressive 没有那么 捍卫中文教育 看你读什么报纸 你读哪些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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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说 DAP is in full control of Pudra Jaya 你读哪些报纸 他们说 DAP太听了 变成了有不同的报纸 有不同的故事 但是Feedback on the ground 在Segumbot 我听到的就是 我们在22个月 就是我们不够确定 就是我们爱做的事情 我们too nice to our opponent 我给你一个 我给你一个 例子 那些D1 在吉林坡 D1 在吉林坡 我们2018 赢了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拿回D1 来给人民用 但是有很多 Ali politics 从Brikatan National Barrison National 他们还收拾铁匙 那些计划 我们就很多 批評了 变成 我们的DBKR 就常常说 多给他们时间 20个月 有些计划 我们还没拿回 他们还收拾铁匙 OK 但是我们一出了 Cheriton的时候 Brikatan National 进来 但一个月 他们已经拿了 那些计划 他们就进去了 变成 变成 有一些feedback 就是说我们不够firm 我们 too nice to our opponent this is one feedback OK 第二个feedback I think to be honest 22个月 好像我进去 我们将帮忙的 Wanita都好 我们是需要时间 来知道那个问题 OK 我看那些stakeholders 去了解一下问题 以及work up 那个suggestions 变成 there is a lot of room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there is a lot of room for improvement not perfect 我们有很多witnesses 我们必须要学习 最重要的 我们要学习 所以 很多人说 DAP DAP 之后 Sheriton people like Gobin Yobin Anthony these are the people that a lot of people talk about and they are from the DAP Anoir 现在 越来越多 巴格丹的supporter 觉得他已经expired 已经太老了 74岁了 然后 给了很多机会 然后他都拿不到 numbers before that 他说他有strong formidable and then convincing number but after that 这个都不成功 so你觉得 是什么原因 令到Anoir 一直没有办法 承认到需要的numbers 做什么他拿不到110 或者111 是什么原因 是他自己的原因 或者是 Bagatan the whole Bagatan 的原因 我不懂回答你 为什么他拿不到112 但是我觉得 Anoir的 role in politics 你看到2008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 coalition for反对党 so2008 Anoir是played a 很important role to put a two-party system in Malaysia 开始是Bagatan Rat Yat 然后Bagatan Harapan 到现在 Anoir是有这样的 role to establish two-party system 那现在我们有了 two-party system 我们现在的challenge 是 如果你看Anoir 今天的prime minister Ismael Sabri compare to 去大一点的senior Ismael Sabri 我觉得是 差不多 年轻 在Anoir的MPs Ismael Sabri 入 如何说 election election的时候 是2004年 和Anthony Loke of DAP 一样时间 Anthony Loke 都是进去contest 2004年 OK 变成 In Amno there is somebody as young as politically的career as young as Anthony Loke 已经做了prime minister 变成 politics is about 人们的声器 人们的 people的 demand to my voice OK 今天 online 周围都好 所以没有人说 年轻的人 应该有机会 你就是 lead OK 我觉得 If Amno 他已经做了Ismael Sabri as prime minister 2004年 入去竞选 就 现在做prime minister in 第四个 term 变了 It's time I think Fakatan Harafan also You will be faced They will be the same pressure from the same Malaysian public OK So It's something that Fakatan Harafan 想想 How they want to go in the next election 2023 是那些大选 我们是 有一个 什么梦想 来给人民 人们一定会觉得 我会出来投票 因为我要做 我要这个人做prime minister 或者我要 原来这个政府 入去Budraja So 我们一定会给到一个 是不是梦想 Dream Dream 人们觉得 这个一定 我一定 我去新加坡 我都会回来投票 我在澳洲 我都会计我的票回来 We need a dream like that again for Malaysian OK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Fakatan Harafan Today 我已经出了 statement 我说 Harafan一定可以看 你不是就是 DAP PKR 和Aman 你要看 现在我们反对党 105 我们的starting point I view towards the next election 是一个united的反对党 反对党 反对党不是一个诚心 不在一起 你就会 split votes 你在 split votes 你的PKR就会赢 OK So I make sure 我们是united 105的base 我们要奖好 一定要进去 Unity for this opposition 你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在2018年 Jana election的时候 Mahade lead the whole Bakatan Harafan 人民对Mahade有那个 蒙想 有那个imagination 但是现在 Bakatan的PM candidate 都是Anwar Ibrahim 除了Anwar Ibrahim 没有其他的imagination 想不到 如果Bakatan 再回去 Bakatan 新的政府 新的马来西亚 是这样 现在想不到 这个是什么 但除了Anwar Ibrahim 还有什么 其他的alternative candidate 可以 Replace Replace Anwar Ibrahim 有些人说Shafi'i 有些人说 其他的领袖 你觉得 除了Anwar Ibrahim 这些数码是 Names that people talk about OK So 我觉得 How we want to 改变 就是 Depend on人民 人民 我会跟他们的MP说 Make sure that You know 我们以前 没有Covid的时候 就整天可以做Therama 变了周围整个国家 去做Therama 你就听到 别人说的东西了 So 现在我觉得 如果我们爱听 别人说 Globally 还有over the other side都好 很多人就是说 我给年轻的人 年轻的人 一个机会来 lead So I think this is a process 各个political party 都会有这样的 demands and 很快 多两个选择 我都是50岁了 我都不是年轻人了 So 时间是改变得很快 人民 我们的Undi 18一开始 18岁就出来投票 18岁会觉得40岁是很老了 So We must move with time 所以 we must move with time 所以 whether or not ANWA 是 still relevant PAKATAN HARAPAN needs to decide this collectively Like 我说 ANWA has a very important role to establish the two-party system in Malaysia 如果我们有两个 two-party system it depends on the people how they want the opposition to move I don't know next election whether Mu Yidin will come back and compete I do prime minister candidate 或者Ismael Sabri 我们都不知道 So malaysian politics 现在 发生了很快 So cash up 你这个月 你问我 和下个月 可能每月的 answer 又不同了 Because things happen so quickly 是 你刚才一直说到 ANWA的 role 即是 他的 mission 已经accomplished 就是设计 二-party system before that ANWA是 one-party dominant system after that BAKATAN 进来的时候 二-party system 开始了 但现在 不是二-party system 现在是 multi collation 即是 他的整个 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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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得很快 很fragmented 一巧一巧一巧 一巧一巧 你觉得 BAKATAN 政客 领袖 说 OK 我们现在要Big tank 也就是说 都许多人都进入我这个tank 然后我们在里面谈好 这个Big tank的concept 其他的反对党 他们没有接受 好像MUDA 好像Bulduran 像華里山,他們對這個 Big Ten 的概念 他們的反應是什麼? 我是很optimistic的 如果你問我,我看 Sheraton Move 到現在 有很多人是跳到另一邊 他們用雷來attract那些人 或者是用 Quad Chargers 來 像西沙的那樣有 Quad Chargers 我猜你不支持他們 變成你要看,你可能覺得很多Frogs 很多人跳到那邊 但是你要另外一個方便 就是105,差不多50% 我們的NP 是你拿雷來買不到他們的 所以這就是一個 plus point 還有我們的partners 像華里山、Berjong 我覺得在105的最後一機會 在伊斯坦 我覺得這個 Big Ten 反對黨 有很多是 他們有很多opportunity 去過去那邊 過去那邊可能他們會做 拿更多雷 或者拿DPM post 但是他們沒有 他們會站在這個 Big Ten 這個 opposition based on principle 所以我覺得這個105這個 base 北極丹我們自己一個人 我們下落班我們走 我們是拿不到這個105的 105我們需要 all the opposition together 所以如果我們不會 treasure這個 Big Ten 我就覺得很欣賞 所以我們一定要 work on unity on this opposition next election 一定要出去 united 如果你有multi seats so much like contest 人們中會 confuse出來 因為現在已經 我們的opponent next election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可以成為 Berjong national 或者Berjong national 所以我們必須 我們必須 take advantage of this and make sure all the opposition blog we are united so I think next election opposition unity must be treasured 我們不能走 solo so Malaysian politics I don't know how people see 三年換三個 prime minister 真的太過分了 to me 好過60年都逆 60年換不了政府 我覺得更慘了 變成我覺得 現在malaysian知道 我們可以change government we can change peacefully 最重要現在 before2023 就是make sure 我們有anti defection law make sure他們不能再貼 這裡有一個問題 很多malaysia的vaterian 就是很多好事的 如96歲的馬哈丁 80歲的傑鄉 74歲的阿諾 哈迪阿灣 和無血電 你覺得這些vaterian 是否應該 slowly step down 給予那些年輕人機會 因為這些老人家 拉高了政治人民的平均年齡 變成這個政壇 很老齡化 我不會講大一些人的party leader 我就可以講林杰箱 其實林杰箱去2018 已經showed the way for a lot of senior party leaders 我們贏了 他不外國的選項 但是他有一個mentor的 role 所以你看我們DAP現在 我們有很年輕的MPs like Kelvin Yi Vivian Wong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crisis 你要問他們 他們的ideas 或者opinion 他們都會問林杰箱 所以我覺得林杰箱是一個很好的 role model 讓別人去看 如何做這個mentor role Position是沒有拿給自己 所以他繼續去mentor 只有一年18歲開始 我覺得這個public的 expectation of politician就會越來越年輕 因為你的voter是18歲了 變成各個party 不只DAP、UMNO、PKR Amana、WariSan、Berjuan、MCA Everybody will go through the same public demand for younger leaders 好像我說 多兩個大選我就50歲了 我們都不可以說我們是年輕人了 你覺得這個undi-edit 現在還沒有gazette 雖然他已經passed 還沒有gazette 你覺得下個general election 跟下個大選 2023年大選 這個undi-edit 可不可以execute 可不可以執行 提供你看這個共識 我們在這個星期 或者到下一個選舉 以及Mu Yidin自己也有讀出來 去offer給opposition 這個undi-edit 西沙迪自己說 undi-edit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 我認為undi-edit 是implemented了 for 2023年 那個選舉 可以進行 either way 可以進行非常激烈的 我們是沒有看過這樣的選舉 所以是很興奮的 unpredictable 是不是unpredictable unpredictable 你真的讀不到年輕人 怎麼會選的 OK 即是說會很緊張 又會很刺激 對 很刺激 做記者也很刺激 不知道會怎樣做predictable 即是Bagadan 或者BN 或者PN 或者Saba Sara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大家都心裡沒有底下 有些人就問 Rafizzi 他們應該請Rafizzi回來 因為Anoi已經過期了 應該give way to new faces 除了Fami 除了Nik Nazmi 就是RafizziRafizzi不錯 你覺得呢 我不會comment on PKR的politics 但是2018 I think nobody can deny Rafizzi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for 2018的general elections so whether or not Rafizzi will come back to politics 我覺得這個最重要是你問Rafizzi 我不會comment on PKR的politics OK OK 這個應該是 明天是Madeka 然後問一下你的private 小小的問題 即是說 你的丈夫是Indian 然後你兩個女兒就很特別 2011年出生和2013年出生 一個就是Chinese 另外一個就是Indian 在那個race的column的時候 你自己兩個女兒 然後不同的race 會不會影響到他們的成長 然後他們在書館的時候 跟那些同學聊天的時候 會不會被人說 為什麼你們 兩位女兒不同的race 你怎麼跟他們解釋呢 我們他們兩個小時候 我們已經解釋了很多筆 還有他們都會google 他們會google一下 讀一下他們的名字 然後他們就知道 那個2011的news 還有2013 我和我的老公 我們就可以register 去as un-up Malaysia 就是我們說 在她的IC裡面 或者她的birth cert 就是寫 Malaysian 夠了 所以我們就是用他們兩個 他們長大 with the Malaysian mindset 所以今天是 如果有人問他們 你是Chinese 或者Indian 他們就跟你說 他們是Malaysian 所以我覺得 那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小朋友狀態的時間 我們是要 怎麼說 給他們一個 right的foundation 我們要教他們 right thing 所以那些家長 在你們吃飯的時候 你們聊甚麼都好 我一定會記得 小朋友會聽 和小朋友知道 所以有 I think recently 有一個很controversial的 advertisement about races in Malaysia but the concept 就是講 racism 和discrimination 是不是 生出來有的 就是 你學到 from 你的家長 或者你的 大的人 around you OK So I feel that now Ismael Sabri 已經講 他愛 Malaysians behave like Kalwa Malaysia OK 我希望 他講的東西 就是 誠心 去改變 他改了一個 Malaysian的 mindset 我希望 他是真正 不是 我講 拿票 因為 你看他的 Wikipedia 你看 Ismael Sabri Controversy 有很多 Summa 是 about race OK Lau Yat 2 Boycott Chinese Business Summa a lot racial So when he came out to say Kalwa Malaysia I will support that 他真的誠心 你愛看 Malaysia United 我覺得 the way forward 我們一定不愛再看種族的政策 一定要說回 Policy 還有希望小朋友長大在Malaysia 他們會知道他們第一次是Malaysia 好像他們說 好像我們出國 你去看Olympics 你問每個人在看Olympics的Malaysia 你問他們是哪裡來的 他沒有說他是Chinese Malaysia 他直接說香港是Malaysia 為什麼 因為Malaysia 是 contesting 所以我們必須視乎每天 我們是 contesting New Olympics 但是這些在Penisula 就很少見到 但是在Saba Saraway 尤其是Saba 很多Sino-Kadazan 然後在Saraway 也有很多的 Mixed 的 Marriage 但是在Penisula 就很少見到 然後 大家都很particular 自己的Race 和Religion 這些可能是 Identity Politic 然後這些 Identity Politic 可能是幾個Generation 存下來 然後 可能會拿到 另外幾個Generation to eliminate or to reduce 你覺得 是不是需要很長的時間 對 我們要看 現在的 新潮的 Politic 發展 如果你看到 新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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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race-based politics 会继续来 survive 的了 so I think next election is very crucial to send that statement ok 最后一道问题 你觉得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AMNO, Bersatu, and PAS will they join force fight Pakistan? 其实他们现在都是在一起来 fight Pakistan 现在他们已经是Prikatan national了 但是他们会不会 他们的真正的 unity 我们就不知道了 如果你看他们伊令, Sheraton到现在 他们狗咬狗骨,对吗? 对,对 这个political crisis都是他们自己做出来的 so whether or not,他们真的会 the good thing about他们就是他们一起很valuable 他们不管谁做prime minister都好 最重要是他们一起进入了 so that's something I think 他们的 common thing is for power that's something I think opposition or have that kind of same unity you know just an unbreakable unity whether or not他们会 contest because I think this next parliament sitting definitely,我们一定会问他们 是吧,你现在立的是Prikatan national 或者是Barisan national government 你看他们的Saba election 他们要用Prikatan national logo,Barisan national logo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如果你问MCA,MCA都 我都不知道MCA和MCA会怎么办 因为他们的campaign,他们会用哪个logo so I think that Itsmael Sabri 这个prime ministership不容易了 因为他们到今天,我知道他们仍然在咬 有些仍然是不开心的 so this parliament sitting 下一个Lightback 真的很精彩,很紧张 ok really last question next general election 行动党的最大的对手 是MCA呢?或者是对吗? MCA is no longer 怎么说啊? 其实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I think next election 最重要的是 we must avoid three party three corner fight 最重要 we must avoid three corner fight 因为你要three corner fight 你就会直接投票 而且UMNO whether or not depending on whichUMNO group I also don't know whether next election UMNO是opposition 或者UMNO会 contest as government 没人知道 都说一个unpredictable 对 所以接下来 next election一定 我出来投票 因为 如果你不投票 然后 结果 人家 人家 会决定 但是 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们觉得 投票 其实都没有什么分别 所以 我在家里睡觉 还好 反正 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我选择A 出来的是B 然后后日是C 然后明年可能是D 所以 他们觉得 很无助 就是他们影响不到这个政局的发展 不是说每一票都counted as what I want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 Fed up 或者是悲哲 可能是这样 所以 不知道接下来一年或者两年的情况是怎么样发展 真的看不到 还没看到 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个共识最重要的就是anti deflection 因为你要make sure 人民的power 在这个大选 那里 一样是 就是 那个power 在人民的vote 最重要 relevant ok 好 非常多谢Hennai 今天 今晚的时间 非常谢谢你收看和收听这一次的风人馆 那么这一次的文字报导 记得了数精彩大马的王珍 OK 多谢 Happy Medeka Have a nice day 谢谢 广东话不是说得很好 对不起 各位 说得非常之好 比我更好 我都是一块一块一块 因为我很少用广东话 我其实是客家人 OK 谢谢 Good night